今年梅雨季的第三波封面来势汹汹 新竹更出现了大豪雨等级的降雨 传出烟水灾情 对此气象局脸书粉砖也分析了 每当高空有像烟囱不断冒烟般的 横B型回坡出现 代表持续有强对流发展 也因此被称为是烟囱渔肉 容易导致致灾大雨 而烟囱渔从中午前停滞在桃竹地区 中午之后开始往南移动 也为南投地区带来了剧烈降雨 路边排水溝瞬间变成喷泉 豪雨狂炸整条马路成了小河 不止民众寸步难行 车子也只能归宿行驶 打开后门变这样 都是水啊完蛋了完蛋了 雨水倒灌从厕所排水口 冒出大量水来 梅雨季第三波封面来势汹汹 午后更为南投地区带来剧烈降雨 刚水突然就淹起来啊 就淹得很快 然后我们就被困在这边了 一下子而已 困了两个多小时了 都没办法出去 上次这边全部都是水 所以我完全没有看到这里是有洞的 然后我刚刚就从这个地方掉下去 然后手机也差点流掉 极端的暴雨来得又快又猛 透过云图缩食影片 清楚看见爆发力惊人的雷雨包 从北部海峡一入 气象局进一步解释 从高空有观测到横V型回坡 代表尖端处容易长出新的对流云 也意味着这里持续有旺盛强对流发展 看起来就像是烟囱不断冒烟一般 因此被称为烟囱云 容易有致灾性的大雨 风面逐渐往南面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台湾附近的陆地 还有地形会让这个风面的结构 逐渐是破坏掉了 在中南部的这个海外的回坡 移进来的情形呢 其实没有到清晨下的那么严重 烟囱云中午之前 先为陶竹地区带来剧烈降雨 午后就开始往南移动到苗里台中一带 预估傍晚之后就会逐渐减弱消散 另外现象专家彭启明认为 关岛附近有机会生成台风 但不仅不会为台湾带来雨量 反而破坏煤雨结构 因此空煤几率可能很高 记者台北南投综合报道